五年前的蔡易渝 包括黃帝與律師 共同在新臺灣加油當中 我們watch這個案件 為什麼 為什麼此刻在五年之後 非常的重要呢 怎麼法院還給他清白了 可是呢 我們的準司法機關還在追殺他 今天在美國的官網 我們看到美國在臺協會 AIT 都在臉書上攻克翁企惠 再次取得非凡的成就 來我請教蔡易渝 怎麼收場 尤其是監察權 被藝人淪為太上皇 完全糟蹋了嗎 這監察權還是濫權 包括了懲戒法庭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來 蔡易渝看到什麼 我想在翁企惠案中 我們看到的是 台灣不管是司法 不管是監察權 當他們動用了 他們絕對的一個力量 絕對的優勢的時候 要對付一個人 要抹黑一個人 要把一件事情無中生有 然後才逗揍他是多麼可怕 而且事後你的救濟是多麼困難 我們要還原整個翁企惠案 我們知道說 2016年也就是政黨還沒有輪替 但是在選舉完的時候 也就是在馬英九即將卸任的最後那五個月 馬英九用了他一身最大的力量 就是要把翁企惠抓下來 要剁錯翁企惠 所以在2016年3月的時候 我們知道當時馬英九 他們在士林遞檢 他們認為浩鼎有內線交易 那翁企惠身為中原院院長 他在技轉的時候涉及內線交易 然後就開始不斷的在講他 然後我們要知道 3月這件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大家也都說翁企惠他會 在美國不敢回來了 當時有沒有印象 翁企惠他就直接跟馬英九說 我會回國 他就直接說會回國 然後4月的時候他就回國 然後在立法院當時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陣仗 那翁企惠回國之後 那個士林遞檢署馬上就把他限制出境 就馬上限制出境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2016年的7月 翁企惠要去參加一場很重要的國際研討會 叫做ASIC ASCO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會關係到翁企惠他的這個研究 在國際上 的一個報告中 對於他未來 不管是要進入諾貝爾獎 還是怎樣的吃門 那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討會 那在2016年的7月 所以在於你在4月的時候 對他下了這個限制出境 是很嚴重的 我當時我是很生氣 那我事實上 對當時對浩鼎案 我沒有清楚 只是我是出於一個氣氛說 翁企惠是我們自己議的地方 我看他人氣氛我還跳出來 開記者會說 我願意做保證人 翁企惠出國 讓他解除限制出境 他一定會回來面對 面對之後的一個調查 但是法務部沒有同意 因為我可能小腳 說沒人要聽 那所以翁企惠就一直被限制出境 一直到2018年 他的案決判決被判決無罪 他才解除限制出境 他才解除他被判無罪 所以翁企惠就浪費了人生 最精華的一個三年的時間 那這三年還是浪費的 那一直到了一審被判無罪 那後來因為檢察官沒有上訴 所以案件定驗 檢除限制性他才能夠自由的 再到美國繼續做他的學術研究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翁企惠 受搬了這個威爾許的 這樣的一個化學獎 我們真的是感觸良深 因為我們知道 整個案件事實上我們剛剛講 這個翁企惠案就是浩鼎案 後來他是在2017年的1月起訴 那起訴就讓法官去判 法官就判 可是整個這個體系 對翁企惠的打壓 他並沒有因為起訴 就要結束這件事了 2017年的7月 當時的監察委員 都蠻久提名的 不管是姬貴美 那劉德 長貴美 那包中和 以及王美玉 現在只有王美玉 還在監察院裡面 劉德勳 劉德勳 這四位他就火速的 就是彈劾了翁企惠 火速的彈劾 那彈劾的理由 就說你有財產申報不實 你有利益迴避的一個狀況 所以翁企惠 他不斷的第一個面對法院 在法院他要進行法院的攻防 那因為彈劾之後 又會進入叫做工程會 那現在叫做職務法庭 在當時是工程會 陳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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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是工程會 所以他就是兩邊 一邊他行政的部分 有官司要打 那在司法的部分 也有官司在打 可是這個 我剛剛就說不合理的 就是說 案判決都還沒有確定 結果你就去彈劾 而且後來 我們知道說 彈劾後的懲戒法院 判的還比 還比這個 他後來本案的部分 還要快 司法審判還沒進行之前 就把他定了 就把他定申戒一支 申戒 大家聽起來 說他是違反利益 利益迴避 申戒 對翁曲會來說是我的名譽 還沒有判決之前 是不是監察院就先彈劾 對 就先彈劾了 就先把他彈劾了 那後來 翁曲會案件判決無罪了 那他因為被彈劾 所以他在監察院內部 他也去尋求救濟 所以他就在他的監察院 他們有一個叫做 這個 宿院委員會 還有一個叫做 宿院委員會 三度確認 他沒有違法 沒有說 我沒有財產申報不實 什麼涉及到有利益迴避 沒有 都說他認定沒有違法 就是宿院委員會 跟聯政委員會 已經多次推翻 原本的一個認定 就是說他既沒有財產申報不實 那也沒有所謂的一個利益迴避 而且中原任也自己跳出來說 如果以翁曲會當時的狀況 是沒有利益迴避的 因為他們當時監察院去彈劾的一個理由 有一個我就想就很扯 這個監察院直接拿來用 他就直接抄檢察官的起訴書 然後說指控中原院 將技術成果以市價的四折 給耗點公司 是賤賣國產 那後來發現是什麼 他原文是四倍 四倍 不是四節 所以是檢察官營業不好 認定說他是四折賣出 結果是四倍賣出 那蔣桂梅 劉德勳 王美玉 如果英文不懂不會查字典嗎 我想這個就是稍微用心一下 還是可以查 總之說我營業也不好 可是你要起訴一個人 這麼嚴重 你要談一個人 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總要去了解清楚吧 結果看起來就是 這麼的扯的一個狀況 監察院之後 因為他在書院委員會 以及他的廉政委員會 都推翻了之後 但是沒有辦法推翻 原本監察院 把他送彈劾的這個決定 他要推翻 只能再尋求一趟 那你監察院的彈劾決定 又是抄 又是抄市民地檢署的起訴文 沒有 抄市民地檢署的起訴書 那市民地檢署的起訴書 那市民地檢署的 法官已經推翻了 法官推翻了 所以他翁啟會 他就必須要在工程會 也就是懇見法院 去再審 結果他的再審呢 他遇到了石木卿法官 當審判長 是 石木卿法官呢 在開庭 在那個開庭 都沒有問他什麼話 他只問翁啟會說 不然你也說 你對人類的貢獻是什麼 這個在新聞都有說出來 審判長只問 說說你對人類的貢獻 石木卿法官 你後來你涉及什麼案 都不想再講 結果你去質疑翁啟會 對人類的貢獻 好吧 現在 應該有人去問他 對關說的貢獻 全世界告訴了 石木卿 審判長 全世界告訴了 國民黨當時去打壓翁啟會的人 翁啟會對人類的貢獻 就是他的糖分子技術 可以有效的來對抗癌症 有效的來對抗慢性病 這個是人類未來 他整個的健康醫學 很需要的一套技術 所以看到翁啟會 他得到了 應該要屬於他 早就要拿到的一個成就 那我們再回過來看 台灣這幾年 應該要讓他解除先出出境 也沒有讓他先出出境 讓他把時間都耗在台灣 耗在台灣 沒有辦法好好做研究 只能去跟這一群檢察官 跟這一群法官 跟這一群法律人 在做法律上的這一些的 鬥爭的一個爭取 我真的 我看起來我覺得很不敢 怎麼我們台灣的司法 會淪為鬥爭一個 我們台灣全世界 這麼有貢獻的一個科學家